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最近的国际的股市表现其实并不差 比如说美股的科技股的NASDA 在礼拜五涨46点涨的并不多 但是它仍然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然后中小型股为主的S&P500 那礼拜五也收历史的新高 所以美国股市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劲的 一个多头的架构 那雅股今天表现也不差 那日本小涨63点 南韩涨19点 恒胜涨比较多369点 上海涨10点 那回到台股的部分 盘中最多涨95点 那中场涨39 说在12647点 可是严格说起来台股真的涨不多 因为今天台电中场是涨了3块半 所以贡献指数大概30几点 所以大盘今天涨39点 扣掉台电其实没有什么涨 所以明显就是说这波台股的表现 它是比较落后给国际的市场 那从基础现行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次出了两次3400多亿的大量 一个是上个礼拜四 3474亿的历史的天量 那天盘中一度跌了600点收下影线 然后再连涨两天 但是这一根黑K还没有吃掉 所以基本上它还是对于多头 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杀伤力 然后另外一根是在7月底 就是台股写下13031的历史的新高 那天是我记得台电是连续喷 第二天还是第三根的涨停板 然后打下来 大盘也创了3439亿的 那一次是天量 这个天量到上礼拜四才突破 值得高档区创两个天量 而且都收藏黑K 我们说实在话 比我过去的经验 这个如果再过去 早就已经跌一段去 但是因为现在国际的 就是说资金动能太充沛 疫情 你说要靠疫苗 来解决这个疫情 让人们回到一般的生活 两年之内可能达不到 所以就说各国政府的经济 要持续跟这个疫情改变生活形态 不断在做对抗 可能还要维持大概两年的时间 那各国政府他印钞票 降息QE 这完全没办法变动 所以人类还是持续处在 就是说有史以来的最大的资金的大浪潮 这个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这个就造成股市的支撑力道非常强 所以以前不要说两次3400亿的带量长黑 一根就挂了 更何况这是两根 就台股都打不死 仍然是因为这个资金没有地方去 你今天要他卖掉股票远离市场 你要他去哪里 黄金又2000美元了 美元又落势得不得了 各类商品 其实价格都不低 所以除了股市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取出 而且台股其实它有它的优势在 防疫做得相对好 今年GDP的成长的数字 在亚洲毕竟是名列前茅 光这一点就足以咬住国际资金 就是持续来台湾 大概不太会大几个测速 然后利率又低 台股殖利率又高 本益比又低 所以这对台股来说 都是非常强劲的支撑 所以两根大量打不死 因为资金动能真的太过充沛 所以眼前可能 就是量也收下来 那就在这边区间整理 要强势就站回月线 站不回就来回 来回这 然后量 出大量之后量缩 今天就缩到了2000亿 以前800亿700亿叫量缩 现在2000亿叫量缩 所以证券商也赚了不少 那有量都是好事 所以这个台股它就不会死 只是说它就变成 个股表现 个股表现 那3669元展 因为也非常强 再来到112块半再创挂牌的历史的新稿 所以代表就是说 谁可以在这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 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架构之下 能缴出最强的数字最好的成绩单 营收获利 股价 它就是强 所以这就是个股表现的格局 不过操作上就是说 大家各自要 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灵活的一个节奏 比如说东硕 我们在礼拜五 60块2 全部出新 487 48.7元买到 平均卖59 不可能卖最高 我们大概赚10块3 大概赚了21% 上次就是一个两成的获利 当然卖掉之后 因为右手度被关5分钟 这是非常讨厌的问题 然后就先杀下来 然后我也把它翻红拉上去 中场收61块5 又再创新高 不过就像我说的 有时候就留一点给人赚 我们在没有分盘交易的这一段 涨最快的过程 稳稳赚了两成 赚起来之后 就维持一个赚钱的tempo 就开始再去买进下一档 就是营收跟获利 跟后面跟东硕一样 准备要整个拉上来 获利大爆发 营收大爆发的新的金平股 所以东硕卖掉之后 开始布局新的金平股 就是维持一个赚钱的tempo 所以继续涨是因为 本来拿获利就很好 单月超过9毛 然后8月9月再往上 单月份就会赚超过1块钱 这种股票60块钱 其实并不贵 同样的道理 原钢也是 目前我们原钢剩一半持股 在上礼拜的这一天 60块这一天 我们将持股出一半 出完当天杀下去 隔天就是跌到600点那一天 杀到49还是48块多 就过两天又回到最高58块1 仍然是强势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边 60块要卖一半 因为买41到60块 赚了19块是赚了46%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大盘跌了两次好几百点 3400亿两次的大量黑K 很多股票正道 趋因发素的 单元刚确实可以赚超过四成 100万可以赚46万 500万就赚200多万去了 所以这样的获利绩效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满意 剩一半续报是因为 单月份的获利 我估计已经超过一块钱 所以当我说原展今天 股价都已经来到了 112块半的时候 原展都已经涨到这个位置 原钢连60都还没站上 相对来说还是便宜 但是也是一样很讨厌的是 它今天原钢从关5分钟 又变成关20分钟 所以在未来的10天之内 更难操作 不见得不会涨 但是你没有办法买 你出了你也没办法再买回来 所以就是说在这边 我也不建议这边再追 就像东硕一样 我们也先走一趟 原钢出一半 三下一半续报 但它相对原展 仍然是相对的便宜 所以假设它再过60块的高点 我非常的欢迎 因为我们三下一半持股 继续往上赚 但这边你就不要再追 虽然我认为股价是相对的便宜 但是东硕跟原展 就是一样的问题 原钢就是只要强势股 常常都被关 这段时间股价都会比较冷静一点 所以你也不预许最高 所以收一些资金回来 按照一个获利的tempo 我们准备要再买 在东硕之后 下一档跟东硕一样的金平股 东硕我当初叫做原钢第二 我们现在开始布局一档 可以说是东硕第二 开始明天准备要强力布局 所以大家要跟上 然后连德控 盘中最高135块半 尾盘拉起来 最高到139块半 所以创高整理三天 量级缩今天强力收红 看起来涨势要开始 看起来涨势要开始 所以在这一波大盘震荡过程 它是逆势一路走高 上礼拜财作拉回量马上缩 今天马上强劲的反弹 这行情根本没有走完 因为它有三大动能 一个是健身器材 健身器材的部分 最近有一档股价非常强叫戴宇 今天股价又连涨两天又回到上个礼拜四的那根黑K的上缘 今天来到117元又快要创新高 而且收盘价创下挂牌的新高 就是因为国际上因为疫情 尤其是美国 大家都不能去健身房运动 但是欧美的人士的健身的习惯 运动习惯其实比我们亚洲人更省 所以你要他在家里都不能动 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大家现在就买居家用的健身器材 那种多功能的有荧幕的 有各种变化 你可以什么跑步 做举重之类的 那你可以上网去看 所以这个东西卖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戴宇是做什么 就是做代工的 然后联德是做里面的机构界 未来甚至联德也打算要出整机 现在正在陆续扩厂当中 所以这一块跟戴宇一样 就是生意已经好到 残了多嘛 那另外戴宇只有健身器材 但是联德还有什么 8月刚刚开始租货 就是TESA的老板马斯克 他的另外一家公司 是做火箭和卫星的叫SpaceX 他未来有一个星链计划 就是在地球的地球的地球轨道 打1万2千颗的卫星 拿来做联网用的 你就把它想成卫星的WiFi 那是未来的6G的概念 那这部分需要非常大量的散热板 而且体积面积非常的大 8月份开始出货 这是一个全新的题材 初期出货量还不大 但是后面那个量是非常非常大 一个卫星要用到非常多的散热 所以这个是全新题材 只是带雨没有 另外iPhone部分 后面更是重头戏 8月开始出 9月10月到11月 iPhone上市 一路到拉到高峰 今年贡献度非常非常大 因为今年的出货的比重又增加 所以这个营收将一路冲高到 第四季还有Samsung的新的手机订单 所以这个连德控 今年好得不得了 我估计明年要赚15块钱 目前的股价回到 从150几回到现在不到140 本一比连10倍都不到 所以像这些股票 其实就像我说的 那我们买的 其实不就是金明股 什么叫金明股 就是说 它有非常好的 强势的毛利率的表现 它可能有非常强的EPS 或者后面爆发力非常大 它有非常强的成长性 就像连德一样 或者是它有一个很好的市占率 所以当它都满足 这些条件的过程 大盘震荡都难免 震荡都难免 但是往往震荡完之后 你会发现涨很快的 跑很快的 终究还是这些好股票 所以我才会说 成为我们达人家务成员 都是最幸福的 因为我会照顾你的资产 带着你买最棒的金明股 带着你做最有效率的操作 60块卖原缸 然后也是差不多60块卖冬缩 资金在开始准备起来 明天要开始进场买全新的冬缩第二 我们都还没买 明天要买冬缩第二 也是PC周边 就跟耀月 冬缩 原展 原缸 一模一样 那个营收动能 那个单月的获利 都是开始 一个月一个月往上爆充 前面每一档都是涨 三成四成 五成一倍 耀月 原展 原缸 冬缩 都是一样 明天我们要买的东缩第二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就说 一起来成为我们的达人家族成员 然后呢 我明天就会带你买全新的金明股 带你通往幸福的大门 等会我们再聊 抢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最近的盘势 它就是比较盛大 他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市场的 非常强力的主流 比如说有一阵子是防疫股 有一阵子是生机股 有一阵子是IC设计股 有一阵子是联发科跟台积电 现阶段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 带动整个市场往上的强烈主轴 比较少有那种 一买就一飞冲天了 一整个族群的气势没有 所以它就是你要打仗来 就是要按照数字去选最强势的股票 那大家就各显神通各自表现 就看谁有最强的数字 那比如说广定的部分 它将是营收翻倍的金明股 礼拜五是亮灯的涨停板 亮灯涨停板 然后今天是拉回做整理 盘中最高140块 那因为为什么今天拉回一来 今天除权除息 加上今天公布的7月份的获利是小亏的0.23 你也23 但单月份亏损照理说股价应该很惨 可是打下去马上拉起来 盘中最高140块 还原权值144.9 离昨天涨停板的价位148块半 说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跌幅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个除原期 弃权细期的卖压解除了 然后利空也出尽了 后面怎么越来越强 因为今天是配股也不多 0.345 配息是0.086 都不多 7月份是小亏0.23 但这在预期之中 因为6月份也是亏钱 它是6月份 营收是7786万 小亏 7月份9211万也小亏 所以看营收就知道 就是说 9月份的获利还不好 但老师不是说要买数字最强机密股 那为什么数字不好 亏钱要去买 怎么亏钱可以支撑在140几块钱 当然是有道理 因为它的8月份的营收 我估计至少要月增7成 月增7成 大概从9000万 应该会跳到大概至少到1亿6左右 就开始进入一个爆发的阶段 那这爆发的部分来自于什么 来自除能系统 除能系统 它的出货已经酝酿而半年了 那大概从8月份就会开始大量输 那这部分爆发力它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其实今天包含 比如说风电的上围头 风力发电 今天是量能涨停满 创了新高 所以上个月曾经太阳能股先大涨 然后风电股现在看起来也跟着就往上 所以整个能源股 未来还是各国政府发展的重点 但是就像我说的太阳能跟风力发电 它有气候的限制 天候的限制 有风没风 有太阳没太阳 有电的时候你不见得要用 那你要用的可能时候它发不了电 所以它就必须把可以发电的过程的时候 多余的电把它存起来 然后在尖锋时候来做使用 所以也因为这个概念就是说 未来比如说台移电假设要用自己的绿电 它就要除能电厂 它要除能设备 除能设备 来把电存起来 尖锋时候要使用 然后国外也阴阴而生 就产生了一个叫除能电厂 就我不投资太阳能 我不投资风电 但是我买一堆电池 然后变成了除能设备 除能系统 弄成一个除能电厂 所以当你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很多的时候 那电最便宜的时候 我通通把你买进来 存起来 到尖锋的时候 再用高价卖出去 赚那个价差 同时也调节就是 这种绿能发电 它的气候的条件的限制 不然你电发出来的都没人使用 你就浪费掉了 非常可惜 所以未来就是说 这个除能系统 这个市场非常非常大 而且我们台湾政府 也要求了用电大户 未来都要自备 大概10%的绿能的电 大家都需要除能的系统 所以未来这一块 它市场是非常非常大 那广电是全球 第二个除能系统 叫做普威的独家的代工厂 所以8月份开始出货 我们预计营收会 一口气应该有机会从9000万跳到超过1亿6 大概约升7成 maybe更多 它的 目前的产能规划 如果全产要出 一个月可以出大概300台 一台大概100万 一旦出300台 一个月可以贡献3亿 目前营收只有9000万 这个数字我认为 大概在今年第四季度 明年就可以看得到 后面明年的爆发力 就是10几块钱获利起跳 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趋势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 难得正好是怎么会选到 一个单月份还亏钱的股票 但是股价怎么可以140几块钱 因为它爆发力从8月份就要开始引爆 所以既有的数字 有时候我们要考虑未来的数字 就像那时候的亚诺法 事实上那时候营收还没有 但我们为什么可以从70几块 赚到140块 全部获利数据赚了大概一倍 就是因为预期后面会好 所以股价会先反应 同样道理 广定也是 这些都是未来非常好的金平股 另外数字真的很强的 就是我说的比如说桂盟 在礼拜五尾盘好像是涨到200 财报金平格2 今天早盘再创205.5的新天价 然后才稍微做拉回 最后收197 这收盘价也是 大概挂牌的第二第三高 创新高或者强势的整理 它是最强的非电子股的金平股 为什么说最强 因为毛利率从1.7到3块钱 这看起来没有很厉害 但抱歉 EPS从1.7到3块 看起来没有很厉害 但毛利率从41%到50% 这就厉害了 做传产的毛利率五成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代表它的产品的竞争率 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今天巨大美意达 要跟他买那个假设的链子 他产能严重不足 所以请他先出高阶的产品 单价高利润高的 所以第三季还会往上再推 盈利率从24到364 都非常大幅度的成长 第三季估计可赚4块半 从3块 1块7跳3块 我估计要再跳4块半 货率强劲的不得了 今年估计赚14 明年赚18 假设15倍的本益比 这个股价从现在 如果说当初是180 还有大概100块的空间 那这种毛利率高达五成的股票 未来一定会有一波非常强势的涨幅 因为这个就是我说的金银股 然后最后 忘记的部分 礼拜尾盘是所涨停 今天早盘来到118稍微拉回 但是我认为它就是一个 逐步回升的格局 所以投信这一波 把7月份以来的持股 大概都卖光光了 跟雍之科一模一样 大概就卖光光了 所以雍之科礼拜五也涨停 今天持续涨 那旺旗今天稍微落后一点点 今天稍微跌到拉尾盘 只有小题五毛钱 这非常强 所以投信卖光持股 其实股价就准备要回升了 投信也是常追高杀低 追在很高位置 杀在很低的位置 就像利息的部分 投信大概这一波的买盘 也都卖光光了 所以股价就开始反弹了 涨了12块钱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标的 这都是我说的最棒的金贫股 还是话一句 欢迎大家都来成为我们 达人家属的成员 只要你是我的家属成员 我会照顾你的资产 我会照顾你的悬股 带你买的都是最棒的金贫股 带着你在该买的地方买 该卖的地方 我们就会把它卖一趟 给你一个最满意的绩效 加入达人家属成员 我们明天要开始布局 圆刚完了是东溯 东溯完了之后的 东溯第二全新的金贫股 跟圆刚东溯原展一样 PC相关 云收获利准备大爆炸 明天就是买点 赶快成为达人家属成员 明天带你买最新的金贫股 大家收到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